哈喽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关于11月爱用 那时间过得飞快 现在已经12月份了 很快就到年底了 那在这一个月当中 用到了一些护肤品 生活用品 以及吃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想推荐给大家 那给大家种种草 也希望大家可以理智的去 把草根据你自己的状况 因为不同的人 他可能有不同的状况啊 不同的肤质啊 或不同的品 就是口味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智把草 那就让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首先我要先说的一个 是这个月当中 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件东西 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复原蜜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家庭包装 它是400毫升 开盖可以用24个月 因为我觉得像雅诗兰黛和兰妹尔 他们的东西差不多都是 可以开盖用24个月的 所以我不担心说 买的比较大用不完 然后其实我这个 看着只用了这么一小部分 但是我已经用了两个多星期了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省水 不是说今天我舍不得用 我不想用它 不是 是它真的是一泵 我每次都是按压完整的一泵 然后我觉得这一泵当中 就是你涂脸完全的可以涂得到 然后脖子都可以拍得到 那像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先会用化妆棉沾湿 然后在脸上擦一遍 因为现在加州这边 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 就已经到了他们的冬天了吧 所以其实还是挺冷的 然后又干 所以呢 我一般都开始用这个当做二次清洁 加上精华水的一部 因为我前两天的神仙水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买 因为我想说反正 神仙神仙在那也跑不了 但是这个家庭包装的复原蜜 它不是经常有 所以我看见有的时候就赶紧买 然后我就直接用它当二次清洁 加精华水 先用化妆棉沾去 正常情况下 像我之前用ISK2神仙水的时候 一泵 然后它会 你会感觉很少 擦不到全脸 然后它这个的话 你一泵它的流动性又很强 然后它又很厚实 所以就这样涂在脸上的话 既做到二次清洁 然后又做到了一个 第一层比较基础的保湿 然后擦完了之后呢 我会再用取一泵 然后在手上这样 搓好了之后 在脸上揉开 我觉得它这样的话 就是让你的皮肤 更深层的一种修护吧 因为是这样的 我前两天生理期 所以皮肤有一点点不是很稳定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因为生理期的问题 可能也是因为换剂啊 皮肤干燥啊 所以感觉上 脸看着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用手这样摸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不平整 那我手又着腔 我就拿手抠了一下 然后呢 当时就有点破了 我就是想说 用这个会不会引起大过敏啊 会让痘痘更严重怎么样呢 我就想那我就尝试的用一下 我就用手腕这样涂完之后 我就 一点都没有说不舒服 也没有觉得很刺痛 也没有说让痘痘更严重 反而那个痘痘的 那个小伤口 就是恢复的特别好 然后第二天 我就直接用它开始湿敷 然后我就用化妆棉 就湿敷脸上啊 什么之类的 它的保湿度真的超级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款是无刺激 然后保湿强 我觉得敏感肌是可以尝试的 而且它不是很厚重 也不是很黏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对护肤品的诉求就是不能黏 因为一黏我就觉得说 啪啪啪这脸那是黏的 我觉得好难受 所以我就觉得说 它不是很黏 它的质地其实跟 Lamere的精脆水的质地差不多 但是 它的质地清爽度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感觉它的水 用在脸上的厚度 会比Lamere那款水更厚一点 但并不是说很糊 或者是上脸 会觉得说 哎呀不会焖我痘吧 不会 它是很好吸收的 一种精华水 就很稠 然后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大家看它的流动性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可能不知道 会不会看得到 它也没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像我之前有的护肤品 它的味道太奇怪 或化学味太重 我会非常的不喜欢 它不会 我觉得它有一种 蕎麦还是燕麦 还是哪种 就是古物类的那种 粮食的味道 所以我就觉得说还可以 就是有点像大米的发酵啊 还是什么发酵 我不太懂它的成分 我只是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 它的味道还是挺安心的 这个是我这个月最喜欢的 所以我占用了太久时间来推荐它 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月 每天早上都会用的是 Bifesta的泡沫洁面 它这个是保湿型 它有保湿型 然后有清洁型 还有一个是什么 反正它有三种 我这个保湿是粉色的 然后它写的是碳酸洗盐泡沫 我之前买过另一款 好像是清洁型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在你脸上 每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皮肤太敏感的人 早上是不用洗脸的 洗洁面产品 那像我自己是实在没办法忍受那种 所以我就还是会用洁面的 那早上一半我都会选这种比较温和的泡沫 它挤出来就是碳酸泡沫的那种 因为我今天是在旁边那个杂物房路的 所以我周边没有洗手的劲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挤出来看了 它里面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丰富的泡沫 然后呢它是那种芬达汽水的味 就是橘子汽水的味特别好闻 然后它的泡沫也很丰富 而且它很耐用 我这瓶其实已经用了快两个月 大家能听到吗 其实它里面还有差不多 我感觉它应该还有三分之一吧 所以我觉得这很耐用 早上用也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只要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特别敏感的肌肤 就是早上不能用洗脸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用 而且它这个洗完脸之后 它会让你觉得脸表面有一层保护的膜 它不是说那种洗不干净 怎么搓怎么搓都洗不干净 不是 它让你感觉我洗干净了 但是我脸有一层保湿膜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下面要说的是一个洗发水 就是有点脏 洗发水和护发素 这个是Orbi的洗发水 我之前买的时候应该就跟大家说了吧 大家能看到 现在已经用到这儿了 这个洗发水我之前没有感受到 它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呢 但是我最近就是用它用的特别勤 因为现在秋冬头发就会特别干燥 那我又是属于那种 头皮比较油 发尾比较干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要选一款 就是又能清洁我的头皮 然后又能滋润我的发尾 当然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想多了 就是事实上不可能会有这种洗发水 哇 你头皮洗的超级干涩 然后发尾超级滋润 怎么可能呢 一个洗发水怎么可能 上面是一个感受 下面是一个感受 那我觉得这个洗发水是这样 如果你每天用 你可以达得到说 头皮很清爽 然后发尾很滋润 因为你每天用 但是它的持效性不是很久 像我现在都不是每一天都洗头了 像我今天就没洗头 然后 我一般就是隔一天一洗 我每天都会用一个特别强劲的洗发水 之前上次购物分享里面有推荐 我买了一个德国的什么强烈洗发水 那个洗发水就是特别干涩 但是其实它是好用的 不是说它不好用 它会把你的头发 不管多油都洗得很清爽 然后我第二边就用这个 保湿型的洗发水洗在头发上 然后就会觉得说 就是发根的话 就是没有说特别快 就容易油掉 然后发尾也得到滋润 然后你再搭配它同款的这个护发乳 我觉得这款真的是非常好用 但是这是我买这么多LB当中 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不好用的 最不好闻的 虽然它们的味道差不多都是一个系列的吧 当然这味道感觉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 你这样闻是闻不出来的 只有在用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 它多了一些就是更偏化学的东西 可能它里面加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它的刺激性也很小 我用这个之后 我自从用LB洗发水之后 我头皮再也没有长过痘痘 就是原来我头皮特别容易长那种 可能红红种种的痘吧 就是那种 哎呦 就是用手一摸的时候觉得说哇好痛啊 就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它这个应该是 不刺激你的头皮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个虽然它很贵 我自得它50多块钱一瓶吧 然后这俩 两个我忘了多少 反正可能这个40多这50多 应该少我忘了 然后呢 但是它很耐用 因为你只是洗第二遍的时候用它 然后像我自己有的时候想 更拖得久一点的时候 我可能也没有太用它 只是用了这护发素 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是完全的存在的 然后对头发伤害又小 然后它又很耐用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购入 我下一个要说的是一个祖马龙的护唇膏 这个护唇膏是长这样 我觉得它颜值还挺高的 然后它打开里面 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然后它这个护唇膏 它的味道是那种 它写着它是英国薄荷和姜的 味道 然后它没有很薄荷 不是像日常南涂鲁润唇膏 那个薄荷的味道 哇好凉 那种没有 它完全没有那种薄荷的感觉 我后来查了查 就是英国薄荷加姜 它其实是一种薄荷的名字 叫什么 英格兰薄荷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忘记了 但是它里面其实姜的味道也没有 它就是 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种 果油的那种感觉 就是果油又偏有一点点的椰子 还是奶味 它也没有椰子 就是很奇怪的这个味道吧 就是你闻着 你会觉得说 这个味道有点重 但是你涂在嘴上 它完全的不会 它非常滋润 像我今天早上起来涂的口红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我这个口红可能大家觉得说 它本来就是唇釉 因为我涂的是阿玛尼的唇釉 然后它这个唇釉的质地呢 你又会觉得说它干 但是你涂上这个之后 完全的就不会干 它会就让你的嘴 还是处于一种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个还挺好用的 如果大家不介意味道的话 如果你介意味道 你还是要先去妆柜 去闻一下这个味道 但是它是好用的 而且它很便宜 就是我印象当中 它比 祖马龙的另一款 就维生素1 黑色的那只牙膏 那只挤的那种牙膏袋的那种 它比那个便宜 我觉得它滋润度已经很好了 而且它也耐用 你看我用了 这一个多月了 就是才刚 凹了一个手指头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非常好用的 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一个 我要说的是 一个保湿面膜 这个就之前 我给大家说过 就是大家可以去囤货 它是Glum Glow的 然后保湿款 然后它上脸会有薄荷的感觉 然后也是椰子糖 薄荷椰子糖的那种感觉 上脸会有凉凉的 然后闻着是椰子糖的味道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 因为现在天气凉了 天气凉了之后 就是大家国内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就你北方肯定有暖气嘛 南方就有暖风嘛 就是那种空调 像我们这边开的都是暖风 像我们现在最近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又下雨啊 又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每天 就24小时都会开暖风 但是我们 没有开室内的 我们是开 因为我们是有两个暖风机 反正这个有点负担 反正我们就开另一个 另一个是控制楼下的 然后这样把暖风往上走 就不会这么干 因为第一天特别冷的时候 我们开了屋里的 哇聚干 干到你都快爆炸的那种 你把这个面膜厚敷在脸上 然后它就一直吸收 吸收吸收吸收 然后等到 你觉得说 哦我想睡觉了 好那你就把它洗掉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哇好 就是好保湿 好嫩的 就那种感觉的 如果就是你 屋里都是暖气 因为我知道国内 有的地方都是暖气的话 它就是你没办法控制说 我到底要哪边开 哪边关 我自己觉得可能有的家里 特别高级 可以随便控制温度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你如果不想 让它太干的话 你就可以厚敷在脸上 然后可以看电视啊 可以玩电脑 玩手机 你可以愿意做一切想做的事 然后想睡觉的时候 把它洗掉就可以 好 那下面我想说的一个 是我比较喜欢的 是一支口红 然后它是CPB的 然后这支口红 它的色号是103 画出来的样子是 是这样 就是我分不太清楚 这些色号 其实我在对口红的色号 就特别像直的 就红的 橘的 就是差不多这种 我只对于我的分面 就是显牙白和不显牙白 只有就这两种感觉 对于我自己而言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非常显牙白 其实我上几支视频 用的都是这一支 我之前其实把这一支 放在包里 想说如果平时 可以涂一下怎么样 但是我其实日常 都是涂润唇膏 也没有什么机会涂这种 然后我就想说那不浪费嘛 开盖之后赶紧用 结果这个开盖 可以用24个月 我还挺喜欢的 所以我想说 最近就拿出来用一用 然后这个颜色 又真的很显白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可以春夏秋冬的用 反正就是有什么活动 薄擦后擦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说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口红 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有点贵 这个不便宜 好像是60多吧 我忘记了 68还是60几的 就睡前嘛 那你家人睡 其实也不便宜 如果大家不是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CPB 或者是不是非常非常迷恋 口红 一定要攒齐了什么色号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 非得买这个 因为太贵了 花那么贵的钱 买一只口红 我觉得不值得 就是如果假如说 我只想买一只 然后呢 我就想买一只好用的 然后对身体好的 其实口红也没有什么 对身体好 我就买一只口红 然后我不在乎价钱 我可以接受贵 那好 你去买这只 然后如果你说 我平时太多口红了 我只是想买来看看 或者用一用 然后喜欢这色号 那你就随便买 就是这种能替代的颜色 其实很多 然后下面我想说的是 一个隐形眼镜 然后这个是什么 Seal吗 这个隐形眼镜 就是我这个是从日本买的 我之后想做一个 关于隐形眼镜的合集 因为我之前真的用了还挺多的 但是我留下来的盒子 好像没有这么多 哎呀我的妈呀 掉了 就是我 其实这些都是空瓶 空盒子 然后呢 我这个之前买的是一个棕色 浅棕色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之前是这种颜色 然后我这次买了一些是 好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我觉得我试了很多 就是那些网上推荐 说什么这好用 那好用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舒服 它这个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保湿度高 而且它可以抗UV 如果假的说像夏天啊 UV比较高啊 什么之类的 出去就是眼睛 特别容易快速的干掉 我不知道这个是跟 保水度有关 还是跟抗UV有关 我就觉得它可以迟很久 像我如果早上七八点钟化妆 戴上这个隐形 然后一直到晚上 哪怕九十点钟 你都不会觉得说 哇好干啊 或者是好卡啊 什么之类的 不会 我之前买的这个隐形眼镜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经常不能配对 就假设我一下 拿出来两只眼镜 然后呢 总有一只眼镜 是不舒服的 这一盒 我看这一盒是多少片的 我忘记了 好 不管它这是多少片的吧 反正如果假的说 九个底子 这一盒有十片 它最少得有三片 是用着不舒服的 我觉得就有点浪费嘛 然后像这个 就完全不会 它就是真的 就是对你眼睛的 舒适度比较高 而且它的颜色 又很自然 像我今天戴的就是 我觉得它还很自然 我就还挺喜欢的 就是推荐给大家 然后剩下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是 一个卫生棉 然后这卫生棉呢 是那种卫生棉裤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就是长这个样的 它是裤子 其实这个是我常年必备的 只不过最近 因为正好生理期 有用到 想说安娜 赶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然后它这里面 是这么大包的 它其实有点像 儿童穿的纸尿裤 但儿童纸尿裤 需要你去 把两边那边黏起来嘛 它这个完全不需要 它是一种 就是裤子状的 就是像穿内裤一样 你就把它穿起来 我觉得这个 非常的安心 就是你不会想说 我今天晚上留的比较多 万一漏了怎么办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种 你不用担心这个 它绝对不会漏 而且它很紧实 而且冬天又特别保暖 夏天说实在话 穿这个其实有点糊的 但是冬天的话 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而且就是一整夜 完全的不会说 让你前后左右漏 或让你睡的不安心 不会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担心 就是冬天嘛 你可以在外面再套一个内裤 不是说日常的那种内裤 套一个那种紧腿的四脚裤 它绝对不会漏 或者是你在你的床底 垫一个小毛巾啊 小毛毯啊 什么之类的 也都不会漏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日常必备吧 像我们之前就是 我之前就是弄在床垫上 因为其实床垫上面 有一层防水套 我有一阵就是那个防水套 忘了是换新的还是怎么 反正就是还没到那个防水套 然后结果就把床垫弄脏了 然后就还挺可惜的 整个床垫就毁了嘛 后来我们换了这个新的床垫之后 就想说好吧 那我要好好的在一下 我买了那种床垫上的那种cover 它就是那种完全的可以防水啊 什么防 防这种啊 然后还可以洗 所以我觉得说还不错 推荐给大家 然后剩下的三个就是吃的 这个就属于养生girl上线 然后这个是一包枸杞 这个其实是我在costco买的 我觉得说这个枸杞的质量还挺好的 然后它写着它是organic的 应该很好吧 我是这样的 我都是喝水的时候撒一把 因为我特别喜欢喝茶水 所以我就每天喝茶水的时候 就是在茶叶里面放菊花 放枸杞 然后枸杞的话随大家 有的人说 然后一次是六到八粒 我都是看心情拿手抓一把就放进去 但我也不会说抓很多啊 就差不多八九十 就类似这种 我也没有真的认真的数 就抓一小把就放进去 你每天泡水 这个就是养肝 明目 然后还对你的那些 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你的 怎么讲呢 会让你减少疲劳 而且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快的恢复吧 我自己觉得说 喝这个可以去炎症 我的感觉 如果你皮肤很容易长痘痘 你就绿茶菊花 加这个枸杞 它都是有那种 就是缓解的作用 因为其实菊花这个东西有点含凉嘛 女生其实不太不太建议喝 但是这个枸杞就能弥补菊花当中的凉 然后你喝绿茶又能消食又能去火 我觉得说还是挺好的 就特别推荐给大家 就是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买这种枸杞 而是说就是什么都可以 就只要是你去买 我觉得就没问题 就这种 然后枸杞放在里面泡水 反正中老年是什么青年少年儿童都能喝 所以而且那又养肝 因为熬夜的人就特别容易伤肝 所以我觉得说可以推荐给大家 下一个要说的是一个巧克力酱 这个牌子估计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这个巧克力是 真子巧克力的那种 就非常非常的香 我每天都是用这个涂面包来吃 就有的时候前两天我特别想吃甜的 可是我们家就是甜的都吃完了也没有去补货 所以我就拿勺挖了一勺这个巧克力酱吃 然后我觉得说 还不错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很容易发胖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少量的吃没关系 我就每天早上吃的时候涂一片面包 有的时候涂两片面包这么吃 所以我觉得 反正你放在家里当早饭 或者是给小朋友什么之类 他们都喜欢 但是有一点就是尽量要爱护牙齿 吃完这个就是尽量用水啊什么之类去输出口 如果你要是觉得它黏在了牙上会怎么样 因为它太甜了 我觉得肯定特别容易有蛀牙 所以就是量力而吃吧 不要太经常吃 因为我们一次买它就是有两罐 已经吃完一罐还剩一罐 就想说赶紧把它吃完就省事了 然后下一个要说的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东西 它是一个土豆丝 什么铲嘴香土豆丝 这个非常的麻 然后它也非常的辣 就是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吃麻辣的东西了 你一定要选这个 然后如果假的说你要是吃不了辣的 你千万别买 真的 我这个其实是从淘宝代购 淘宝那个转运过来的 就是你们不知道我买了多少袋 买了十几二十袋吧 就是因为它挺便宜的嘛 所以我就是转运的时候就买这个 买了好多 然后就是它里面 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会有点油 我觉得后来我就 就是把它放在烤箱里烤一下 或者呢 直接放在瓶底锅里热一下 不放油的那种 或者是放空气炸锅里再炸一锅 但是我觉得正常人就可以接受那种油 它其实就跟你吃薯片一样 你把薯片放出来 其实它也会油 但我就自己想说我都吃这么不健康了 就尽量让自己少吃点油 所以才会就是有这个吧 但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虽然它包装看着挺low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吃 特别好吃 就是你爱吃麻烦爱吃辣的 一定要买这个 馋解香 香解馋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个 淘宝对我卖也特别便宜 就是推荐给大家 那好 以上就是我11月份的爱用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给我 你们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你们用到一些比较难用的东西 推荐给我 不知道大家最近 就那个感恩节啊 黑我啊 有没有剁手 反正我其实没剁手 因为我觉得 说实在话 我想买的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然后呢 你说如果要是我真的缺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缺的 护肤品和化妆品 我也觉得说也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没有买 我觉得说也没必要 非得赶这一波打折 非得弄 而且我也觉得没便宜多少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如果真的什么东西用完了 我需要了 我再去买 我不想囤货了 囤在家里都没地儿放 所以就 好 废话讲到这边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的帮我点赞 关注弹幕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